歡迎大家收聽,逢星期四晚有今天報生的時間 沒有直播,不好意思 如果想收聽的話,可以在星期四稍後登上ACrubbage.org 就可以找到下載的連結 不一定要直播時段,歡迎大家跟我們做一個互動 可以去我們的Facebook Group 或者接下來會有一個Live Chat 在網站的主頁 如果在直播的位置下 可以進入一個Trackworm的地方 隨便進入名字,可以和大家互動 現在Facebook的動物廢物已經變成一個政治版 因為今天已經是佔領金鐘第14天 不過我們不是在某個位置金鐘錄金的 好,那開始吧,我是傑德 紫爺 今天我們很開心地請到一位嘉賓 在Youtube上亦有推出SHF所有系列的玩具 基本上就是所有的玩具 真的很準備 就是Steve 他自己的Youtube頻道 在Youtube上搜尋Digger318 就是Digger318 在Facebook上可以搜尋這個字 可以找到他的片段和Channel 以及他做的Stop-Motion動畫 對,在開始今天的節目之前 就先報一單負文 老牌聲優加公加證就離世 他已經82歲了 他最近代表的角色就是 鋼鍊鏈裡面的父親大人 以及Gundam Build Fighter上面的會長 會長就是那個 有一個和尚 不是,是那個會長 即是有一個孫的那個 出錢去幫我孫子去拿那個冠軍 對,是那個 加公加證 騙了白毛 對,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那就是RYP 好了,今個禮拜本來應該是新的 即是一看到我日月毛光 有些白毛吐緊的情況 即是白毛吐緊的情況 但是,上個禮拜又是認識了個禮拜 那上個禮拜應該要放的 就連到今個禮拜 那下個禮拜才開始 十月新發 請了嘉賓來的,Steve Hello,大家好 請了他來的就是講我 無面出人海武 由虛應員去寫劇本的幫東映 第一次了 那麼長片的拉打 那是不是... 會不會是最後一次的 看來就是 因為剛剛看完 他跟頂上敏樹的那個訪問 暫時有出過中文翻譯 好像是說沒有下次的 其實這次其實有點意外 就是這次他找到純粹是因為 臉色紅了 剛剛好就想找 東映樹想找 虛遠試試 結果就聯絡岑田 剛剛好岑田就有 有洞路拉 結果就踏上了 但虛遠了他的拉打門 對呀,參田之王在這裏是有角色的 那就是一隻overlock的 都是雜魚 不用理他 哦,對呀 其實參田這個聲音 正常的角色都是雜魚 說回海武 這套呢 他當時是去年十月回來的 剛剛一年 簡單的 即是開尺寒義的總結 Steve 如果你最簡潔的評價 你如何形容這套作品 不要說女主角 不要說女主角 你如何作品 最簡單的就是 10分滿分 我給他8.5分 劇情是 那些人說 是不是死得那麼多 夠邪惡 沒有這個呢 其實是Happy Ending 這次最後 死死那裡 死的人不多 但這次主角會死 反而 不說誰死 但開頭的幾個 就說 誰那麼快就死了 是很奇怪的 角色的轉變很大 而且有幾個真的死了 不會回來的 雜乃 是雜乃 雜乃 雜乃 最初 老虎在Wiki 在Twitter裡說到 如何悲壯 如何慘 雜乃 雜乃 他比當年龍騎的占卜師 在這套 萊姆 一開始 先公佈了自己的造型 大家可以看到 他盔甲的造型 加上日本刀 這次的拉打 其實挺帥 但是 帥還是帥 他變身過程 太恐怖了 就像麻煩學者 整個水果 塗在頭上 然後橙皮一塊一塊 揭開 變成造型 然後很多人都覺得 要不要指貢向得這麼厲害 唯有賣玩具 鎖頭 士多啤梨 蘋果橙 全部出齊 西瓜也製造了一個機械人 差點可以出發 高達模型 這樣的玩具 他可以寫出些什麼呢 但是初段 惡兵騙了 以為他是講街舞 但後來他的故事 就佔入街景 其實不是講街舞 原來他的世界的描述 是完全靈界的角色性 反而是一群角色 除了海恩森林的怪物 不蜂擁而治 而他們每個角色 是要迫自己去作出轉變 最大的就是一個配角光術 由這些角色去緊扣著 你真的由我跳著跳著看 不行了 一定追回之前的集數 然後繼續看到結局 以劇情來說 他的緊承度 為什麼會一開始跳著跳著看呢 就是看見他造型 還有賣玩具 還有他的變身聲音 實在很吵 對 怎麼吵的波 我以為 波士機是夠吵的 誰知道這次可以更加瘋 這幾年拉打的變身動作 是要多吵多吵的 對 而在這套播映的時候 當然就跟上一套的Visad 他們會做一個Cross Over 就出一套電影 那套電影是 那套電影是 不需要這麼爛啊 就說一班拉打 他們自己領著一隊人 將戰極 將戰極 Dangoku 這件事發揮的極致 就成為人打信獎 我看完那個劇場版之後 我 的確對這套是 蠻失望的 之後才發覺原來他這套 如果你撇除了他一些Sandpoint 其實他的故事是OK的 因為我電影版我加些東西 我發覺如果你把Visad剪掉的話 那套電影會好很多 Visad反正碰到的東西 都是不行的 Visad本身就不行了 所以把所有電影 其實都是劏開了兩節 這個是問題的 就是通常玩前後兩個 其實就是什麼 A part B part AB part 但是這次Visad 是沒有原因的 只不過我打這個人 走了過來 Hello 然後拜拜 給大家看看 我們這次的海武 是真的會騎馬的 不過緊限於這個劇場版 在裡面 這個故事裡 我們在季初的時候 都說 主角角葉賢泰 他身處在一個街舞團 海武裡面 他的領導 預泰就失蹤了 所以他才回來 那隊人那裡 就以Pokemon 戰鬥的形式 去保護著那個街舞團 不要讓街頭去入侵 經過了初段 由Pokemon 轉變成 Armored RIDAR的戰鬥 過了那部分之後 進入到 為什麼海恩森林 他們那些 Infects 他們會不斷地 參與這個世界 和他們被鎖頭所控制呢 配角 光神 他自己哥哥 貴夫 進行什麼計劃 就由那時候 去逐步說下去 之後就出現了 其他角色 就是戰極靈馬 就是戰國腰帶的發明人 他自己推了另一個出來 不知道為什麼 就不用他自己的名字 就叫做 Janice 就是創世的腰帶 之後那個貴婦 就用另一個腰帶 就希望去控制那些Infects 在那個Infects的入侵 和第二代腰帶 可不可以控制到 控制關鍵 原來不在於人類的力量 有幾強人 而是在於那個心狼 有另一班人 叫Overlord 他們才能控制到那些怪物 去入侵那個世界 於是那時候 戒斗和炎派 他們就合作去打那些怪物 就變成了一個故事後段 大家聽到這麼說 發覺街舞這個元素已經沒有了 和Pokémon戰鬥已經不重要了 已經是全部人覺得 Infects已經很危險的世界 應該這麼說 頭一九集 其實是一個叫做 不知道怎麼寫一個東映要求的劇本家 去摸索 結果寫到56 去第九集 東映追尾了根小林城子 學師的毛利蛋文 幫他調整 幫他調整那個方向 當他無人奇妙的街舞戰鬥 他過了 進去敵人集 大戰那裡 其實可以順暢 阿虛知道之後應該怎麼寫 感情感到很多 只是前九集 其實他們不知道怎麼寫什麼 但我覺得撿得不錯 因為奧哥 撿出來變成了樣子 根本上每一個角色都在搶大 最初玩的 最初玩的 玩了變成了打仗 最初九集的 Beat Slider 不知道為什麼 武團之人自稱 Lider 他們是 再出一個角色的簡介 就是剛剛所說 第一個死的初賴 賢泰 他的男子 光實 弟弟 和哥哥的關係 會作出一個最初步的介紹 而戒斗 就是為了一個 都頗貫徹始終 當然 他的強勢 只行於頭那九集 之後就不斷打輸 喂 他是一個很妙的 講解套 不是 作為一個第二人主角 還有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開始 已經決定了 是最終BOSS 實際上 他有四輪三時間 是不被人打臉再打臉的 是不斷失敗再失敗 不斷打臉 然後追強的時候 他發現到 就是 你好像是不要他 然後突然間 莫名其妙 最後突然變成大BOSS 我投入了敵方的陣型 就成為了Overlaw 終於有一個進級的變身 明明是 本作不被人打臉 打得最多 戒斗 敵對舞團 他一開始組成了聯盟 就哄了四眼仔 和初賴 就成為了他的集團 很快就被背叛 背叛完之後 他們一幫人打貴虎 當時戒斗 他就說回他自己 很強的性格 為何說 討厭弱者 要重建一個 好像雷浩的心態 就說 令到所有人 都神服他的力量 就是因為 世界樹財團 曾經害過成家人 於是他就把自己的矛頭 指向了那個財團 成為一個人的戰鬥 不是 他最初應該就是 即是從我的畫面 就是 他有一棵樹很喜歡 但那棵樹 因為被財團 建築 剷了 那他就很想 為何你可以 因為一棵樹 而變成一棵樹 但是他那棵樹 不是一棵樹 那麼簡單 那棵樹是 他整個生命 還有那個 即是那裡的朋友 的生命 瞄寫不夠 因為瞄寫不夠 因為瞄寫不夠 千拆了蔡元村之後 他自己會變成 那棵樹是一個 你重點就是 你千拆蔡元村 你不用 你不用變成了五個人 是嗎 你千拆蔡元村 然後你都會 加入了這棵樹 嘩 你不覺得 你超小小 被我確認了 他還要把自己的人生 投放了 卓嘉嘉 不是 投放了阿姆 我身上 這張 不是不給 即是可以的 如果以 某 即是 某 某個人 最難受的 或者是 講得通 問題就是 你需要花最少兩三日時間 去交代 為何會變成這麼深淡 有一部的 即是你老寶 即是 事後補完 或是四千 我看完之後 我覺得應該加到一集 給他說這個 至少一集 一集 但即使他沒有做到 我還是看到 一個connection 我知道 但可能 這小一點的 就不知道 即使他在中段 屢戰屢敗 因為那時候 貴虎是有新的腰帶 他玩完 不知道為什麼 Mango 或是靈馬 他搶了一個 檸檬 去用 都 不是一個戰力那麼強 但他做的事很貫徹 我就會覺得 他就是矛頭 直至 那個世界現存的最強者 去搶掉他的力量 最後也是成功了 在圈圓角色裡面 應該會是 軟板時辰 我覺得他有點像 他貫徹之中 以及對於權力的追逐 是很一致性的 他是一個狠得能夠下定決心 去不擇死人 去完成他目標的初生年 龍劇裡面 但問題就是 他需要更多描寫 即像Steve所說 起碼一集 我覺得起碼兩三集 但是 如果以劇情的角色描寫 以及成長 心理轉變 本來這部作品的大波士 應該是由光石 光石 我覺得是寫得很好的角色 最初他設定英工說 他的圓形就是 法師裡面 木权勇志 和草根 人的混合體 他是最初 一個純情少年 跟著 Corta 因為他屬昂泰和宏泰 宏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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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泰和阿武的小弟 總之他兩個幸福 他就覺得幸福 但後來發現 Corta 那種行為 會害到阿武 在他之後 他決定 我犧牲 Corta 都要保護阿武 而在這種行為 最初一直都瞞著 Corta 他的朋友 當發現 他覺得 失去了自己 即是叫做不動而不休 當他已經沒有了自己 應該有 即是他居身之所 他不做而不休 即是 既然犧牲了 我犧牲了這麼多 我一定要保護阿武 即使我犧牲了一切 我都要保護他 即是他 他都很盡 由他哥 遇害之後 拿出燈斬月的腰帶 以及控制住Invest 其實已經是 跟全部人類為敵 這樣做法 已經是 你這樣搞法沒有朋友 你不用自己計成家業 他跟 他跟 Kaito不同 Kaito 你很難去 你如果一定是 他對那棵樹 那個心理轉變 但是 剛實是 很清楚地 他心理轉變 他完全是 同歸富豪似 當他看著一件東西之後 他看不到其他東西 完全是 簡單的 我不知道怎麼跟他溝通 完全沒有跟人溝通 那種類型 就是 他相信一件東西 他認為那件東西 他只看著那件東西 看著阿武 他看不到其他人的那種類型 即是 你不是說人話那種類型 他的做法 的確是越做越 但是這樣的角色的描寫 是OK的 推到 他 變成王荃形態 有點像BOSS 還有 你也買 龍圓王荃的SAK 即是哪種顏色 紫體那個 那個 厲害的那個 那個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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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 真的會做BOSS 對 他比他 Kaito更加有BOSS 但一集就乖 對 Kaito是一個 他完全沒有BOSS的形態 沒有BOSS的氣勢 但沒有記憶 他最後做BOSS 他Overlaw是後來才公佈出來的 對 反而就是 他其實應該就是 即是 被一切捨棄了的男人 即是 他最後 他放棄一切 他又沒有 而 沒有選人了 選人了 那其實這句 他會更加 適合你 他原先那個大BOSS 是Kaito 結果就是 劇情需要 Kaito是做大BOSS 惹果實就無端 突然在最後變成了 一集什麼 唉你也算了 但他那集走出來 他用過招的時候 他寫出來 最後Order犧牲過一下 我覺得他沒有 他沒有媽媽媽媽媽媽 寫過一集 雖然這集 是Bandai 基本上說 我們要多拿600元 給別人買一副 但是 其實要做他 但是不膚顯 其實那個是自己 跟他溝通 但是不膚顯 那是初衷還是良心 我都不知道 他在他的幻影裡 貴婦 是他的良心 這件事 我要說 你要那個演員 後單的演員 他做一些這麼複雜的心理 是很困難的 但是有了一個 貴婦的良心的形象 那他就好了 就是 他良心的好說 就是 你失去了一切 你放棄了一切 你還可以回頭 就是他不斷地說 這就是 光石的良心 跟他自己的鬥 好看的 這件事很好看的 光石他的世界很小 他看著阿姆 他是想給阿姆 於是他甚至乎 會覺得 幫阿姨太 那個Quarter 那Quarter 是適合阿姆 就全力支持她 那如果 覺得 這個人我原來 我信不過一個 我相信他 那他就變了 用自己的方法 去拯救阿姆 就是 那時候透過他的裁定 我相信他也應該知道 有些黃金果實 或者實驗在武身上 發生了 那時候 所以他又改變了 態度和做法 所以他是一個很成功的角色 做得很徹底的角色 甚至說 他比起 之前我看過 即是我看 我看 沙耶斯國沒有玩過 Fan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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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Mardocker 那個整個角色 比他更好 他應該是我所知道 虛艷原者的角色最成功 由一個是 他有完整的心理描寫 成長 由失去一切 還有最後就是 為何最後 Corta要 要貴婦 去翻燈 就是 對於阿剛實來講 他需要一個 什麼 他不是一個 如果沒有了心理寄託 他就完全不知 什麼人 Fantum 那時候 他是一個 他將自己所有的情感 甚至他傳來寄託 在一個人身上 是否沒有 他好像有小圓 那樣 他還要瘋狂 他還要瘋狂 他是一個 他沒有自己存在意義 他所存在的 其他人 所以當阿貴婦 翻生之後 他就有了存在意 他存在意義 就是補償 阿哥 阿貴婦就是吃 阿貴婦就是 我要幫你的弟弟 因為他知道他的弟弟 沒有獨自存在的能力 他需要一個人 一個叫忠誠的對象 忠誠 我用忠誠 忠誠對象 有這個對象 他就有存在意義 在Cover Zone裏面 做好他自己 所以最後就給他多一集 沒有什麼人 邪姆 就是 令到 他可以見得回 Corta 不知道為什麼 那一集 金髮朝童 很古怪 很古怪 我想說那一集 Bandai又拿了我五百多元 我以為東京吃了 變白頭髮就算 這套又變白頭髮 在最後兩集 我發現 Corta 裝備 Daijuburda Mondai 那個是 那個是 所有 日本官員都 體積分 笑到 日本爛鏡神 大家嘗試搜尋 501牛仔褲 找得回 Daijuburda Mondai 一模一樣 原來最好的裝備 就是 Daijuburda 武裝 極 那個造型 通常都是出大型 QB就是很妙的 QB就是很妙的 Dj上樓 Dj上樓 Sakura 他呢 他說有點像QB 但是呢 給人感覺就是淺什麼 珍妮 就是各年那個珍妮 他沒有 他又有選擇意志 他又好像沒有 就是 你究竟是打算有一個抽離者 他當然是選擇命運 還是你自己決定 他講到自己 這些才是虛怨的代言 好像黑勝妹 通常這些角色才是代表虛怨的本心 而他也會不斷派裝備 有些像Sabre 會有很多貴人去幫助 這次主角 Korta 也得到他送很多 Gems 和那個沒用的Hopper 就是那隻草蠻的車仔給他們 不知道送來做什麼 那間車子也沒有駕駛幾次 就是拉達來說 沒有啊 馬淫劇 你就是想偷我多點錢 而那些玫瑰車 櫻花車 全部都是用來衝進去做Clark 其他的配角 例如阿荔鳳蓮 在這次的描寫 都比起龍騎 你比較來說 我覺得他配角的描寫 是更加好一點 龍騎不同 龍騎基本上他沒有配角 龍騎差不多都是主角 龍騎差不多都是主角 喔是嗎 都是群氣 上次是龍騎是群氣 龍騎其實上次 我開咪之前說的 龍騎不是故事的人 一群人在異常的環境下 那種人性衝突 故事不重要的 所以他本來的意味不明 粗粗了事 甚至叫做什麼 少許角色不說的話 龍騎單車都不重要的 對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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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騎單車都不重要的 而另外就是 那些角色的確是 幾強的性格也好 即逢然一個人妖 其實都是一見到Infect 之後 還要投入過去人類那邊 就不會再搞那些參選 或是我們弄下全部的Beat Slider 即是已經不會再做這些 是角色會順著時勢去改變的 那位偉良就不再說 那位偉良太熟了 於是被人妖抓住了 阿成之樂 阿成之樂 很搶氣的 阿成之樂 而麥陶這女兒 大家只看一腳 又是這部份記表的 但是她立場的轉變 都是隨著戰鬥和情勢惡劣 於是幫了戒斗 他們的人物的力量 對於這個時勢很薄 你看到整班Infect 襲擊天安門都知道 即是是 那個故事是強烈的 角色性格 只有戒斗才可以堅持下去 堅持做出他自己做的事 那一集 看到紫禁星被Infect包著 好像是6月2日出的 6月2日出的 那星期 差不多了 有幾個時間 現在退了時間 那時間不太多 那我打算講DRIVE 我打算講魔戒施花 但是魔戒施花 有機會再講牙狼的 炎之黑印的時候再講它 那DRIVE是新一季的 剛剛上了第一集 3條6 它已經成為了東映的主力編劇 那這次就是 作為以警察做題材 感覺上它不像特色戰隊那一隻 而是像X-File 主角是一個特殊搜查科 去解決這些奇怪怪的案件 劇中來說就是Mystery 就是神秘事件 X-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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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偵探片 因為它維持偵探片必要王道 就是 所有線索理都可以玩得到 即是 主角看得到的線索理都可以看得到 第二就是 不會在幕內奇妙 突然一段條件出來說他們真空 所有兇手都一定要看到 即是說 你在整半集分兩集 前篇的時候 兇手出來了 你不會說 魔戒施花 突然說 所以叫王道偵探片 他就像X-File 就是奇怪的神秘事件 查案等等 至於 今次主角 就回發一個主角 就用四驅車玩具變身 特別一點就是 今次 那些怪人有一個能力 叫重加速 就是 簡單的就是 慢動作 他放出一些衝擊波 這不是Clock up的人 他以為是快速 不是 我看的樣子好像是Side Effect 他們走的時候突然間 瞎瞎瞎瞎瞎瞎 但好像不是他們自己控制 因為他出動的時候 他發生了衝擊波 在衝擊波擴散的區域 鎖動又變慢 他就不是說 因為Clock 就是主角 主角 卡普陀的Clock 拉打 本身和 時間大 和外面時間大 不同 即是說 卡普陀不會覺得自己快 只會覺得外面慢 而Fast的超加速模式 就是 超加速模式 就是 變快了 這種 純粹就是 我令他變慢 他沒有變快 是你慢 還是一個有限度 即是說 在怪人出動的有限距離 才會出現 即是怪人如果不出動 沒事的 而暫時的特色就是 史無前是最低的拉打擊 這次是地堂腿 這次是 這次是拉打擊 全部都能接著地面來出 他現在 開頭說了主角 暗時的主角 為什麼會變得這麼斜 還有 今次保留了 女主角依然很強 這個是三條路 這個主角特色來的 即是 W的社長 超強勢的女主角 沒錯 應該沒那麼吵 社長是特別的 特例 吵得很討人真 但是我們第一集 暫時未知 但是女主角 可能都變得像 Wizard的女主角 沒有 Wizard 那個警察的女主角 好像是很強 但是之後 是不是一樣 就不見了 Linco是不能夠的 他有些就是 看起來好像很有用 結果沒有用 但我們不知道這個女主角 會不會有用 我們三條路的用人 很有信心 他用的配角很拿手 基本上他用的配角很盡 甚至一些 W常有 就是這一集出場的角色 過幾遊戲再出場 是反覆用這角色 讓這角色 不會說 用完整一集 算數 這個是三條路的編劇特色 包括特命 例如是 獸戰戰隊 劇龍者 都是這樣的 配角 路人的角色 反覆出場 不斷有劇情 所以 這個角色 整個特色 這次應該就是 這次的主角 就是整個特別收集科 而不是 主角 以科蛇 或者是W 科蛇 研究來說 整個偵探射才是主角 拉打步才是主角 對 希望新的角色OK 因為看人第一集 我覺得那個 部門那個男 光頭那個阿伯 那個 部門的Head 我覺得他拍聲是好翻的 他說的東西 弄成那些壞樣子 給了DJ上來 他說的 他一說話 臉上就摟了什麼形狀 這個就無所謂 看看他先 感覺上 這次 科蛇 對 科蛇 英俊多 但感覺上好像浪費了 反而 經過拉打傳統就是 角色越醜 拉打越醜 劇情越好 這套他符合了這兩樣 角色不英俊 拉打又很醜 好樣子 今天劇情有些信心 那現在我想說一下 現在新回到 有兩線高達出了 而當中 Gino Legos Legos 那個Ending 不斷噓自己的名字 這個 這個越醜越好看 我覺得 富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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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野的風格 富野都不得了 這個劇本 等我們下集 有聽他 講這兩線高達 和京阿里的分作 因為現在差不多七七八八都上了 因為今週會上了 今週要爭取三角巴士 三角巴士 看看阿聰方丁會寫什麼 基本出來 好像是 好了 那今週 幫朋友宣傳一件事 那就是說 你最後才說 那些東西忘記了 那先下集 力克 他開了一個座談會 而他在 觀塘偉業街 171號 偉業工業大廈 10樓A37 大家可以在Facebook 找回力克的名字 也可以 取得他的聯絡方法 因為廣邀各位人士 不問年齡身份 都可以在一個座談會發表意見 那在10月25號的講題 就是說 誰為抄襲定分界 那就會說 今年熱血時報 檔樑抄襲事件 以及到他 no game no life 不定在Twitter 可以查到有人指證 插畫家 雖然有他的畫 是抄襲 以及到 另外一些 涉嫌事件 例如 Killakill 他是不是抄襲了 整套漫畫 都會 在裡面 這個座談會 給各位不同人士 發表意見 好 那大家 歡迎在Facebook 可以聯絡他 或者找小弟 好 今晚還會說什麼 是 嘩頂你 明晚是 廣漫小說 即是香港漫畫 題材的小說 都屬於青少子的一種 近似 但又有點不一樣 所以 你想想 廣漫也很難問 廣漫的小說 所以是 很難定義 其實也是 但ACGN 內 香港 一向都有發展 甚至是近年 有動漫風格的小說 即是網絡寫手 那些書 越出越多 甚至是 開過一些翻譯小說 都差不多 要講一講 那今天就來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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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